好所以现在我们透过了sieve这个字 拿取 我们知道这一整串念法很接近的 他们透过语音的转换 英文的语音转换习惯 他们通通都有拿取 握住 take hold跟seize的意思 好那接下来如果我们把re保留下来 搭配了sieve就是变成receive 再次拿取叫做接收 如果把这个sieve 我们透过语音转换换成sieve 换成这个sept ceip 就变成receipt recept 那就是收据 那如果把这个ceip ceip换成了cept 你看cept也是这一组的 也是有拿取 那就是reception 字尾再加上ion 字尾变成ion是一个名词字尾 就是一个能够再次拿取的状态 再次的来拿的状态 就是你在招待嘛 你在接待别人的招待会 你在接待别人的接待会 这叫reception reception 它是名词 这边是名词 老师打错了 reception 它是名词 好那我们这一组的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组都是sieve sept 和跟ceipt 跟sept 它搭配read 那我们造一个例句 我们用动词造句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your mother 收到了一个电话的通知 I received 我再次的收到了 拿取到了你们家的电话 是from your mother 来自你的妈妈 接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个sieve 这个字呢 搭配的字首是dee dee这个字是down 向下的意思 那sieve这个字有拿取 deceit deceit这个字就是向下拿 就是你在下面偷偷拿 表示怎样 deceit这个字是名词 就是欺骗哦 那把这个seit呢 ceit改成seive 动词的字根 就变成deceive 向下的拿取 向下的拿取 这就叫欺骗对方 蒙蔽对方 行骗叫deceive 好你看 所以搭配了d 一样搭配seive 就有骗欺骗的意思 来看例句 the company deceived the customer by selling old computer as new one 好这间公司很可恶哦 他呢d 他在下面偷偷的拿 他在下面偷偷的拿 他的欺骗 欺骗所有的customer叫顾客 他欺骗顾客 by借由什么样的方式 by selling 借由卖出old computer 老旧的电脑 把老旧电脑当作新电脑来卖 这个就是deceive 欺骗 好再来呢 如果把d换成了com com这个字有共同全部一起 共同全部一起就together的意思 然后面呢 加上的sept叫做concept 什么叫concept 当你有办法把全部整体的概念 把全部共同的整体概念一起握在你的脑海当中 这叫concept concept concept这个字就是概念 一个人的整体在脑袋当中的概念 概念叫concept 观念 还有设想 所以它是名词 好那如果呢 我们搭配的是cept 变成了conception 好这concept这个字呢 字尾加上ion 变成名词 conception当作名词 也是概念观念想法 这两个字都可以当名词 concept conception 都是有名词概念 那如果把这个cept呢 换成了动词的ceive 这个ceive也是动词字尾 字根cptcive 它们都是有握住的意思 只是一个是动词 一个是名词 好那我们把con 搭配ceive叫conceive 全部整体呢 一起握在手中 表示你有设想的能力 你有以为的能力 甚至全部一起握住了 表示你怀孕了 所以conceive conceive 全部一起握住 全部一起hold住 握在脑海当中概念想法 好再来往下 看了一句 I think my uncle my uncle still conceives me of conceives of me as a four-year-old a four-year-old child 我认为 我一直认为我的舅舅 我的叔叔 仍然呢 conceive 把我整体全部 全部一起hold住 把我全部整个看待 看成呢 我是一个as a four-year-old boy 一个四岁的小孩 conceive of conceive 整体看待 好那再来呢 例句 he couldn't conceive of a time when he would have no job 当他没有工作这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conceive of 没有办法整体来看待他 没办法conceive 没办法整体来看 就是想象 他没有办法想象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是用per的 搭配per这个字呢 搭配seive会又是什么意思呢